三杯雞對我來講 我絕對還滿意義滿重大 是因為我從小就喜歡吃這道菜 然後第一次我爸帶我去一個那個 叫計家中的餐廳的時候 他就有這道菜 而且他就是有家族群糕 那一次吃了之後 我就覺得對這個味道已經就是 烙印在腦海中 自己開始會做飯之後 就想說要把這個東西加進來 然後變成一個元素 先切這個薑片 能夠拉多薄就拉多薄 這道菜真的超厲害 我保證你 學會之後 做給你男朋友吃 你做給你老公吃 他們會愛死你 因為麻油它很容易因為 溫度太高它變狂 所以今天我們前面爆香的步驟 我們會先用一點點的醬油 煸煮這個薑片的香味很重要 我們就不要急 然後把它煸到就是有點金黃金黃脆脆的 整個香氣已經都出來了之後呢 我們其實這時候可以下我們的蒜頭 嘗嘗一下 這個蒜頭都已經變色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我們今天的雞肉下去 稍微翻炒一下它 等它有點上色之後 我們就加一點這個冰糖 炒它這個糖色 它這個糖色炒出來之後 這個雞肉看起來就會這樣金黃金黃的 糖已經開始慢慢融化 我們就下我們的調味料 醬油膏 然後米酒 然後我們這時候就先不用管它 先讓它去燒 微煮一下 燒一下之後 我們可以下我們的那個豬血糕 我自己因為買這個雞腿的時候 它有剩下的骨頭 我就會把它來當高湯 那這個做法 只是為了讓它那個雞肉裡面的骨髓 藉由這個水分 它能夠融合在這個湯汁裡面 我們就上去微它 開始在收汁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 紅甜椒都下下來 因為它可以取代辣椒 除了顏色之外 它可以多一些那個脆口的感覺 我們就繼續收這個汁 試一下最後的味道 好好吃喔 洗另外一個鍋子 最重要的那個 麻油要出現 我們把它燒熱 好 等到溫度上來了之後 九層塔下去拌一下 一隻做像它可以嗎 我們這時候 翻炒一下它 三杯雞 盛盤 一口接一口的三杯雞 完成 一起吃飯吧 我跟你講 它重點在於 整盤 包括辛香料都可以吃 你可以吃到的是這個 薑片的脆 豬血糕的Q 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吃到這個 雞腿肉的嫩 到最後你會發現 真的除了盤子不能吃之外 什麼都可以吃 你只要注意一件事情 不要吃太多 因為你會變胖 就是這樣 一起吃飯吧 對